Hello,大家好,我是Mike 對上一次跟大家在Richmond看樓花 應該有一段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之間 基本上在Richmond你想找新的樓花其實是沒有的 Polygon是一個大發展商 它在Richmond近期出的樓盤是不多的 對上一次跟大家介紹應該就是Ferralla Ferralla那時候我有一個三房的listing 當然那時候已經賣了 質量大家可以看回他們的交樓標準 環境方面 而如果大家熟悉Richmond的地理位置 會知道旁邊有一塊大的地 而那個位置就是Polygon之後新出的發展 名叫Telister 就是今天我跟大家介紹的樓盤 通常在Master Pan Community 即大型發展項目裡面 第一棟樓它總是會有些好處有些優勢 這次Telister的Tower One Aurora都不例外 它的位置正中心 以及就是它過萬尺的Amenities 會所設施都在這棟樓下面 所以今天Mike就是第一時間收到Polygon的邀請 就過來和大家一起看看這個project Let's go 有個好消息 就是我正在做一個Mike Line感謝制的Promotion 限時優惠 大家都知道我Mike一直都是 除了做買賣之外 還會做物業管理的 成蒙這麼多年來 客人們的支持 為了答謝大家 就送一個Promotion給大家 由即日起到今年年尾 12月31日 中間這段時間 新舊客戶 凡是幫我買或賣屋的話 我都會送 6個月的物業管理送給大家 無論你是買來收租投資 又適合你 或者是買來自住都好 我都會給這個Promotion 給大家一後可以留在這裡用 如果想了解更多詳情 歡迎私信我和Mike直接溝通 我會說更多的資料給大家聽 Taleser這個Project 就是在我們的Richmond 一個很好的位置 就是West Canby那一帶 因為有很多附近的Shopping 和交通都非常方便 跟大家講一講 如果是在Taleser那裡 走到旁邊已經有兩個Mall Union Square 和Continental 即是置地廣場 裡面很多食肆、銀行 牙醫、診所等等 一應俱全 所以基本上 走路 每個馬路 就可以去到生活所需的東西 附近有很多餐廳 當然走遠一點 有Yohan 八百半 旁邊就是Alberdine Center 講到要去Sky Train Station 走路大約5至7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Sky Train Station 而Capson Sky Train Station 大家有經過開 就見到差不多會落成 就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走路 大約5至7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 還有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大家 可能經常飛來飛去的話 YVR Airport 應該是開車大約5分鐘之內 就可以去到YVR Airport 在這裡去Downtown Vancouver 都是很近的 大約我的車速 20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 大家如果開得慢 可能大約二十幾分鐘左右 半小時之內就可以去到 和大家dive in 去看看這個Exact Location Aurora 即是Tallister Tower 1 Exact Location 就是3558 Caterson Road 而在它的地理位置 整個project 因為總共會有六棟樓 Aurora 就是它們的正中心點 和大家來看看 第一棟樓 Aurora的沙盤 剛才跟大家說過 Tallister會總共有六棟樓 而我們第一棟樓 Aurora 就是這個model 整棟樓 總共會有161樓 在裡面 總共的樓高 去到14層 大家知道 Richmond 是不可以起樓 起得太高 而在這棟樓裡面 每一層大概 會有16樓左右 裡面會有兩部電梯 而大家看到這個model 就是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 整個六棟樓的 都會在Aurora的腳下 即是在它的一和二層 它這個會所的名字 叫做Tallister Wellness Club 裡面包括有一個大的 Basketball Court 或者可以Volleyball Court 當然不少得的 就是它的Fitness Center 還有旁邊也有一個按摩池 Steam Room Sona 還有Barrel Sauna 在裡面 還有Party Room 裡面有Kitchen BBQ等等 而上去上面也會有一個空中花園 平時也可以在上面 休息一下 或者看看風景等等 進來這個位置 就是想跟大家說一說 它這個屋苑 Tallister屋苑 它想做到一個感覺 做到一個Theme 就好像一種neutral sand的感覺 即是有一點類似 在Tokyo的一個大酒店 叫做Aman 有一點叫做低調得來 又有一種奢華 那種顏色 也是neutral的顏色 令到大家進來 就是好像有一種叫做Zen的感覺 因為大家現在都很流行 在Architecture裡面 很流行這個Theme 還有就是這棟樓 也都會有Concierge Concierge暫時的Hours 未公佈住 但是至少有一個Concierge 幫你收下包裹那場的樓等等 那除了有Concierge之外 今次Tallister會打造 在Richmond第一個Tallis的 Residential Smart Home Building 就會有一些Digital Lock System 即是這裡可以直接 譬如在樓下 有人要來 即是有朋友過來探你 或者有Deliveryman 要送東西給你 那它就會上來 你可以看到它 Concierge也可以去聯繫到 當然也會有密碼鎖給大家 還有很多Digital Home Feature 引入這個屋苑裡面 接下來跟大家看一看Kitchen的Finishing 它這次發展的Project 會有兩種顏色 而這個Display 就是它的第一種顏色 Earl Grey的顏色 都是做一種比較neutral 中性的顏色 以一個灰色 淺灰色為主要的色系 看到它的Best Flasher 都是一塊過 用的是Quartz 那這隻顏色 我覺得是淺色得來 亦都不會怕骯髒 那下回去 就看到它的Countertop 都是一致性 而上面的Cabinets 都用回它的磨砂面 即是配合這種Dim 給大家看看Cabinets 打開看看看看 我看到其實 它是比較高一點 也不是說很高 正常的 在我們肩膀位上 看看大家怎樣去 預算那些層數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大問題 但是我亦都看到 它們用的爐 它們用的Appliance 都是用漂亮的 用的是意大利的Bertasoni Bertasoni這個牌子 如果你在電器店裡看 是會比較貴一點 是叫做High End 如果這個是一個 兩房的Display Suite 它會有五爐頭明火煮食 而旁邊亦都看到 它有很多儲存的空間 旁邊這個位置 當然大家可以放下 電飯煲 或者放下 這個Coffee Machine 等等都挺健洗的 旁邊這裏 它的Counter位置 它就拿來做這個櫃桶 而在這裏 就會有一個小小的Pantry位 這些都是按來打開 好深一下 它的Pantry非常深 上面這裏也有 而它的焗爐 就是放在廚房旁邊 用的牌子都是Bertasoni Bertasoni 原來它們用的Paint 和Ferrari是用同一隻Paint 所以可見它的質量 看看它們的雪櫃 這個雪櫃也是大小小 30吋的雪櫃 用的牌子都是Bertasoni 看下面的冰箱 應該會有製冰功能 下面也有些儲物空間 這個Island 它們都覺得是幾大 最主要是寬 它這個Display Suite 它沒有說是哪一個弧型的Display Suite 大約模仿 你預算是一個兩房尺寸的Display Suite 它只不過是做一個適量給大家看一看 它的物料各方面 這個Island 很大 你會放很多東西 可以吃早餐 放三張Bertasoni 不會覺得迫劫 旁邊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放東西 很多的儲存空間 很大 我看到它們的櫃桶 都是比較大小小的 四個大櫃桶在這裡 微波爐在這裡 所以就不是放在Island 我現在去到我們的Living Room 先看看 說到我們的櫃底 Sealing Height 就是八尺六 即八尺半 算是在Condo裡面中庭 即未到九尺 但八尺六 都算是OK高 都算是Standard 而我們有沒有冷暖器 是有的答案 那個冷暖器 就會用Fan Coil System 當然它出的風 通常都是在我們上面的位置 暫時這個 就不是它的標準 不是這樣 這樣會是Drop Down 在Drop Ceiling旁邊 有一個出風位 看回地板 用的是Laminate Flooring 比較容易打理 而在Earl Grey的色系裡面 它的顏色 就會是非常非常淺灰色 近乎白色的 另一隻就會是 編上一點啡色的 大家留意喜歡哪一種的色系 可以來到親身PC去看 By the way PC 你出片的時候 已經可以跟我約來看這個樓盤 所以有興趣看到這條片的朋友們 可以聯絡我 我可以發更多的資料 以及幫你約來看這個樓盤 留意一下房間的尺寸 通常我們會預計 正常來說是可以放尺寸床 當然有一些職 有可能可以放尺寸床 就是看尺寸而定 因為它這次都有極不同的職 但它們的樓盤 大部分的 units 都會是Junior Two Bed 即是小兩房 或者是Two Bed 而我們看到這個Discway Suite 裡面的Master Backroom 是放在King Size床 而它樓底都是八尺六 過來這邊看看它的Walk Through Closet 這次跟大家說明 Walk Through Closet 它告訴我 就是這隻的Closet 會包在它的Unit裡面 大家不需要自己來訂造 做一些入場櫃 看到它都做得挺漂亮的 也都是有一些的櫃桶給大家放東西 OK 進來我的Enseway Bathroom看看 這個是主人房的套廁 主人房裡面的套廁是有雙洗手盆 這個是最typical 兩房單位它會有的東西 其實很像我們之前的Ferrella 但我覺得這次它再做上升級一點 隔掉會好一點 還有它的Medicine Cabinet 也會有LED燈在這裡 全部都是鏡子 很多鏡子 所以 比如說 照鏡子 關上照也行 開門照也行 裡面又要放很多東西 很不錯 下面也有很多的儲物空間 然後 我們看看它們的Shower Tub 我自己覺得Polygon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們做的Shower Tub 通常後面都會加這個東西 就讓大家可以慢慢坐下 或者當然有多些空間給大家放下自己的東西 好 今集跟大家介紹Talester的Tal 1 Aurora介紹到差不多 暫時為止 資料不太多 包括Sarring Price那些都還未出來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 就第一時間私信我 一有我就馬上傳給大家 跟大家說一個總結 近期來說 在Richmond如果想找樓花的朋友們 大家找開都知道 真的選擇不多 尤其是新出的樓花 我自己的麥克風在Richmond 都叫做我們的地頭 Talester by Polygon 我認為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我自己在附近都經過 都等了這個Project很久 終於等到終於有消息了 大家有興趣來看看 Talester這個Project 它的Theme是用一隻Zen的Theme 比較是Wellness 比較是舒服 油和neutral少少少的 而它是Manities 的設施都有很多 室內泳池 很多Hot Top Sona 室外的Barrel Sona 室外的Barrel Sona 大家也都是 平時有親戚朋友來的時候 也可以打籃球 打Volleyball等等 也都是可以有一個大的會所 給大家享用 Kitchen 夏天的時候在外面BBQ 基本上已經有盡有 尤其是這次Talester 它第一棟樓 Aurora這棟樓 就是位置上在正中心 和會所都在他們的樓下 所以是非常之方便 所以大家有興趣 在Richmond置業買樓花的話 就不要錯過這個Project 它預計的成交期 Completion 就是2026年的夏天至秋天之間 大家如果駕開電車的話 每一個的Parking Store 也都會有Rough In的EV 給大家去用 Polygon 這個這麼瘦 我們本地人風型的發展商 它很久都沒有在Richmond推出樓花 這次大家都可以說 是等了很久 期待已久 對上一次應該是Ferrella Ferrella 都是兩年前左右 是很好的 那時候新居入伙 也有很多人很興奮 這次再推出新一些 和位置更好的Project 大家就不要錯過了 今集內容是這麼多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內容的朋友們 歡迎就是 按一下我們的影片 訂閱頻道 還有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問題 留言分享我的留言 或者WhatsApp 所數的QR Code 就可以跟Mike 直接溝通 直接對話 分享給你有需要看的家人 或者朋友看 還有在下面留言 還有加上我們的Facebook Group 所有資訊你第一時間收到 好,下一集再見 拜拜